斯不真 每日灵修 上帝都呼召他们诚意称圣 成为圣徒 当人越亲近上帝 就越感受到自己的败坏与不洁 当人越服侍上帝 就越体会到肉体的软弱与有限 若我们曾亲眼见到保罗 我们会想到原来他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若我们曾与保罗亲身谈过话 我们会知道原本他也与我们一样 经历过许多患难与考验 所以莫以为古代圣徒有超凡的能力 能够脱离苦难逆境 或是盲目崇拜他们 以为他们是高人一等 不 他们是与我们有一样性情的人 他们达到的圣洁境界 我们也可以达到 所谓顺何人也与何人也 有为者亦弱是 上帝呼召每个儿女成圣 这是基督徒的本分 我们要追求像天父一样完全 上帝给古代圣徒亮光启示 也一样给我们亮光启示 上帝给他们恩典 也一样给我们够用的恩典 我们怎能安于现状 不求长进 他们一身摆上 为主而活 所以越来越想耶稣 让我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单单仰望耶稣 那么我们就能 越来越流露圣徒的气质 与耶稣的心向之气 感谢观看